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据市场调研机构Trendforce预计,2023年第一季度全球晶圆代工市场,包括成熟制程和先进制程的需求将持续下修, 各大IC设计厂砍单从第一季将蔓延至第二季,下半年部分库存修正周期较早开始的产品,将可能为年底节庆备货而出现订单回补现象。 不过,全球地缘经济走势仍是最大变数,晶圆代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回升速度恐不如预期,因此预估今年全球晶圆代工市场产值将同比下滑4%。 台积电于1月召开的法说会,亮出2022年获利破照的好成绩。 不过,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认为,除记忆体外,2023年半导体产业营收会下滑4%,晶圆代工营收将减少3%,但台积电仍然会有恢复成长。 随着景气不佳,各大半导体巨头也都纷纷下修资本支出。 从台积电公布的数字来看,台积电对2023年也并不算太看好。 即使到2023年下半年,整体景气恐怕都不会太好,主要因为库存调整刚结束,但总体消费力道仍然不足。 因此,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都会相对保守。 此外,地缘风险促使供应链持续转移,部分半导体厂陆续预备降低产品在中国厂生产的比重。 转单效应将于2023年下半年逐渐发酵。 2024年后,更为明显,晶圆代工供需情况会逐渐倾向地区性发展。 此将导致晶圆代工厂下半年产能利用率分歧。 产能复苏的情形除了取决于客户库存水位及传统旺季因素外,供应链分配效应亦值得关注。 由于智慧型手机、笔电、电视等消费类终端需求进入销售淡季,库存趋化缓慢进一步影响如消费类电源管理、IC、MOS FET等产品订单,导致主要8英寸晶圆带工厂第一季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。 预期订单回补现象会在第二季发生,主要来自特殊工业用电脑需求, 以及少数客户转换晶圆带工厂之间的投产比重,对整体8英寸产能利用率贡献有限,上半年尚无明显复苏迹象。 在12英寸晶圆先进制程方面,台积电上半年产能利用率仍不理想,下半年7奈米产能利用率提升幅度仍有限。 5奈米有望在新品旺季、备货带动下,回升至健康水准。 三星晶圆代工则是包含8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产能利用率全年接触低档, 主因受到主要客户高通,挥达转单所致。 台积电3奈米制程N3节点已于2022第四季度在南科厂投入量产, 其升级版3奈米制程N3E节点将于2023年第三季度量产。 为哲家提到,目前3奈米产能满载, 2023年N3和N3E预计将贡献4%至6%的营收, 客户订单数量也将是5奈米的两倍以上。 手机和高效能运算将一直是先进制程的营收来源。 台积电表示, 2022年,高效能运算及手机客户的需求已经超越了供应能力。 2023年将全产能生产先进制程。 为哲家提到, 为解决产能空缺问题, 未来5奈米、3奈米、2奈米将可能共享设备, 以便于随时调整。 台积电正在试着让两种制程的机台共享。 这可以视为台积电面对产能空缺时的应对策略, 以避免7奈米的产能闲置状况再次发生。 为哲家透露, 2奈米的发展超乎预期, 目前制造计划没有改变, 仍预计在2024年试产, 2025年量产。 分析师预测, 基于先前台积电有设备共享的计划, 3奈米、5奈米集中在南科, 2奈米集中在新竹和台中的情况下, 未来台积电很可能在某时间点, 让3奈米、5奈米互相调节或甚至取代。 如果未来1.4奈米有部分长区, 落脚在台中和新竹地区, 其与2奈米之间也可以有这样的弹性。 在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, 台积电可通过变换或减少产品线, 作为另一个生存策略。 7奈米制程在台积电2022年全年营收, 占据整体营收占比达到27%。 各界都十分关心的7奈米产能利用率, 多家外资接在法说会前指出, 仅剩4成。 不过,面对该问题时, 魏哲家则表现得胸有成竹, 指出例如WiFi、RF晶片等类比IC, 也要逐渐加入运算功能, 先进制程是必要选择。 分析师认为,魏哲家这里所指的, 很可能就是WiFi7或8K的TV, 但还不知道何时会被广泛应用于市场。 分析师强调, 即使如此恐怕也很难填满7奈米产能。 随着高效能运算, HPC在2023年也相对不被看好, 7奈米下半年主要的拉货力道仍远于手机, 能回到8成就算很好。 除非中国市场下半年非常强劲, 否则7奈米今年恐怕还是相对供过于求。 随着摩尔定律逐渐逼近极限, 台积电在先进制程成本过高的问题一直备受质疑。 比如,台积电2023年资本支出将会在320亿至360亿美元之间, 比于2022年预估低。 台积电表示, 其中先进制程占7成, 特殊制程占2成, 剩下的用于先进封装和光照生产等领域。 有关研发的支出则增加了20%。 不过, 魏哲家多次指出, 随着净零碳排时代到来, 低功耗, 高算力是未来驱动台积电成长的主要需求。 至于12英寸晶圆成熟制程方面, 包括台积电、联电、格罗芳德等积极布局车用、 工控、医疗等较为稳定的需求, 上半年产能利用率多维持在75%至85%。 其中, 28奈米产能利用率又于55奈米及40奈米等成熟制程, 而消费类产品比重较高的晶圆代工厂则下滑较多, 越来到65%至75%。 相较之下, 2023年的车用市场将会是相对而言较为稳健的增长来源。 车用需求在2023年会增加, 但台积电还无法完全供应。 不过2023年车用晶片短缺会逐步改善, 不再如前两年那么紧绷。 整体来说, 在历经为期长达一年的库存修正期后, 部分终端消费产品渴望重启库存回补动能, 为年底节庆忘记备货。 Trendforce表示, 该备货动能自2023年第二季起, 由少数特殊规格产品及集单需求带动, 第三季起8英寸及12英寸产能利用率提升幅度将较为明显。 然而, 考量总经状况尚不明朗, 整体上升幅度恐怕有限, 短时间内难以回到满载盛况。 晶圆代工中长期的供需状态将逐渐倾向各区多元产能布局。 据Trendforce统计, 近年来全球将共有超过20座晶圆厂新建计划, 包含台湾五座、美国五座、中国六座、欧洲四座、日韩及新加坡四座。 尤其是台积电也开启全球建厂模式,布局更多半导体市场。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先进制程厂, 计划于2024年量产4奈米制程, 2026年量产3奈米制程之外。 台积电位于日本的特殊制程技术晶圆厂, 将量产12、16奈米、22、28奈米制程, 计划于2024年末投入量产。 除此之外,如果客户有足够的需求, 并且政府有足够的激励措施, 台积电还考虑在日本建立第二载工厂。 为响应客户对地理上更加多样化的供应链的需求, 目前正在接下相关客户和伙伴, 以此评估在欧洲建立第一家工厂的可能性。 对欧洲来说,台积电在当地建厂, 对释放当地汽车半导体产业链的压力将起到正向作用, 缓解或避免此前的晶片短缺的情况。 由于地缘促使各国在地化生产意识提升, 半导体资源已逐渐成为各国战略物资, 晶圆代工厂除了考量商业与成本结构之外, 还有各国政府补助政策满足客户在地化生产需求, 同时又要维持供需平衡。 所以,未来产品的多元性、定价策略是晶圆代工厂的营运关键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